以下为个人意见节目 内容提及的所有正刚及言论 均以嘉宾言话为准 敬请留意 各位观众我是余振兴 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 《省选论英雄》 是代表华尔电台的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得到 陈良舜 Lean Chen博士 帮我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叫你有Lean好吗 好啊 Lean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你要参选呢 为什么我参选是不是 对对 我是2000年的时候 当成为注册会计师 就是CGA 那之后我发现说有一些不太对的事情 像说政府管的 像安省的政府是管专业的 那那时候我是安省注册会计师 就是说我们CGA没有这个权可以审计 那CA这群会计师有这个权可以审计 那经过这些就是说去跟政府官员有游说以后 我发现说我们选举出来的我们投票出来的这些官员呢 就是代表呢他们给他们很多权利 可是如果他们没有代表我们的话呢 就是对我们人民很不利 很不利的 所以那时候我慢慢慢慢发现说 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的政治 如果关心我们的政治的话呢 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的话 我们自己有的心声就可以让人听到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说 OK 让我解释一下 让我用广东话给他们解释给观众听 那Lian Chen是代表保守党的候选人来的 各位都知道现在是省选就开始的 到6月12月就要选举了 那我刚才问他关于选举 为什么他要参选呢 他说他因为他一向都是教会计的 那么他有经过很多的政策的问题 政府政策这个做会计的政策的问题呢 是需要要有人传达会计的声音 但是他感觉到好像很出望那样 他认为如果能够参选 他可以给多些资料给这个会计师那里 领导会计师的调整的方法会好一点的 所以继续 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华人参政很少 那当然最近看了比较多一点 就是有些人在市议会不同的市 在大多很多市里面有些人出来竞选 然后联邦也有 可是我觉得还是比率来讲还是比较少 因为我们华人也是一个大族 以多元文化来讲大族 可是问题是我们代表不够多 那我是一个身为教育学者 我觉得很多我的学生呢都是移民的第二代 那移民第二代呢父母很辛苦 他们是觉得说希望他们的小孩子能进入专业 可是我以一个教育的学者来讲呢 我觉得说更重要我们要关心我们的政治 那我希望呢我有出来参政能借这个机会呢 带一群就是比较对政治有兴趣的华人子弟出来 能帮他们铺路 那十年十五年以后呢 他们就有办法代表我们 代表不只是华人 代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可以在国会 省议会各种不同的政府层次里面 能为大家讲话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他认为我们唐人代表政府那方面 参选是很少 那他希望呢能够做一个领头人 带到我们的青年人呢 可以出来参加政府的政策啊 和致意这个政府的选票的机会啊 怎样可以得到多些华人能够参政 那他希望他自己出来之后 能够做一个榜样给人家看 我们中国人都是可以参政的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声 我知道你是PXD的 那你在哪里得你的PXD呢 我的博士是高顶教育 是在多很多大学拿的 那我的有两个硕士 一个是教育硕士在美国宾州大学 那另外一个是这边的器官 硕士是多伦多大学 那他说他在多伦多大学 得到这个教育的PXD 一个博士的学位的 那他也都在美国 又有另外一天就参考过 那他就 那你讲一下你 你先生又好像听说是教书的 我先生跟我 我们两个都是在多伦多大学教书 他教财政 他是在那个 Mississauka校区教 那我是在社交保分校 我教会计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跟财政有关系的 那对啊 我们政府很需要 有财政的了解 还有方正的 他很需要这些人才的 那你来了加拿大有多久呢 我来加拿大已经有二十多一年 多几年了 那可以叫你自己 以前都是新移民的 我可不可以说我是新的移民 其实我觉得 二十年来应该不算是新移民了 因为已经多多少少有成就 可是我刚来的时候呢 五六年呢 很辛苦很辛苦的 半工半读 很辛苦 所以我很能了解 新来的移民的一种新生啊 不是说很快的 有人比较新一点 两三年就已经做得不错了 那像以前我们是半工半读的 有工作 可是也是在研究所念书 就是很辛苦 钱也不多 很辛苦 那可是我觉得 我每次呢 在遇到一个重要的关节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人来帮助我 拉我一把 然后推我一把 所以我觉得说 自己都很幸运啊 有一点那种 遇到贵人那种感觉 那我现在呢 少少有成就 我觉得说 应该出来服务大家 那阿里恩就说呢 他自己都是新移民 他很了解新移民的痛苦 他最初的时候是很艰难的 尤其是他开始的时候没什么钱 要半工半读 那后就认识了他先生之后呢 就结婚了 就继续这样 适应这个加拿大的环境 就把自己的生活改得好很多很多 我想说一说 现在我们大概有十五分钟的时候 我想说一说 关于现在的政策 保守党的政策 你认为 你认为 你认为你的政策 第一 我想你讲一讲 你这么多的保守党的政策之内 你认为哪一个政策 你是最支持 和最认为是最需要的呢 在今次的选举 以保守党来讲呢 整个安省来讲呢 最主要是制造就业机会 最主要的 因为有三十万的工业的那些工作都没了 因为很多工厂都关门了 那关门就是 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 有三万人已经 因为工厂关门 就已经没了那些工作 没有工作做 那没有工作做的话 那变成说整个社会就比较萧条 没有那么多钱 那有工作人的负担很重 税就缴了很多 所以对我们来 对保守党来讲呢 最主要最主要 还是制造就业机会 让这个整个社会复苏起来 那么他说呢 如果人们失业呢 那么最痛苦的了 所以我们保守党呢 他认为保守党最重要的 首先怎么能够制造 多一些就业的机会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认为很重要的呢 除了是失业 这个制造 其实这个 制造就业机会 这是一个中心 那怎么样 能制造这些就业机会呢 有很多很多点可以 可以促使这个就业机会 当然因为大家 大家都知道说 你们的水电费 你不怎么用水电费 水电费 一个月大概一两千块 很贵 那对公司来讲呢 也是一样很贵 他们负担很重 那如果说负担很重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会 没有收入的话 他就会 请少一点人 他的意思是说呢 现在他的原因 没有就业的机会很少 就是因为 cost 那些 cost 太过大 那这些好像 电费啊 或者其他的费用呢 在多人多呢 就实在太过高 继续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你要有知道 这个就业机会呢 你的员工 要有技能 那我们现在就讲说 就是很多人都上大学 上了大学以后 出来有时候 没有工作 可是有些工作 需要人做的 没有那种专业人士 可以做 就像说水电工啊 电工那些的 像我们干很多大楼 都需要这些工人 那他说呢 另一方面呢 就我们的教育 那方面都很注重 入大学 很多人都在大学 那去读大学 那读完大学之后呢 就出了来 就没有工作 那所以呢 他希望呢 关于教育 那个政策 改变在这个 专业那方面 就强调一点 就所以 都要 毕业之后 都能够有工作 做 还有就是说 减少这个官僚 很多很多那种 啊 啊 政府的那些 手续啊 很 就是说让你 中小七啊 很难 做事很快 就是不够迅速 所以啊 减免这个官僚 是也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啊 这些啊 这个啊 这个啊 bureaucracy cost 就是那些官僚 啊 啊 啊 这个啊 啊 政府的需要的费用啊 就很高很多 那么他认为这些呢 保守党一定要 要减低这些 这些做生意的费用 很多是不需要的 所以大部分就是这几点 就是减少水电费 让有工 啊 就是说有专业技能的人 能有找到工作 然后减少这些 啊 bureaucracy 这种官僚的这些制度 那么他说这个最重要呢 就是制造就业机会呢 就首先呢 就帮那些学生 可以供他读书 能够读那些书出来之后呢 能够找到工作 那么第二呢 就减低成本的价钱 就是做生意的价钱 那么减低了价钱之后 就会可以吸引了多些人呢 会投资这么多人 投资新的生意呢 那么他就会有 多些就业的机会出来的 嗯 那么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需要补充关于 这个保守党的政策 你是很支持的 OK 所以现在呢 如果说看看 各党他们的政纲啊 你可以听到说 维恩就是我们现在的省长 就讲说 他要支持这个退休金 就是中小企业 就是政府做政府官的人呢 他们已经有 已经有这些 这些就是退休金 大公司的职员也有退休金 那他现在就是要 就是要让这些中小企业呢 也让他们要有 退休金的一个制度 然后你如果看那个NDP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自由党的首领呢 是支持退休金 政府的退休金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不是 是退休金 个人的退休金 就是年纪 你已经服务到 30年40年以后 你要退休这个退休金 他们一直要鼓励中小企业 要帮助这些时间已经到退休人 放一些钱在退休金上面 然后呢 新民主党呢 他要提升最最低的薪资 从10块75 现在已经到11块了 然后他们一直要到14块 这是最低的薪资 然后自由保守党呢 就是说制造就有机会 那现在你看到三党的政策 你说哪一个不重要 每一个都重要 在服务已经三四十年的人 他们要退休了 他们有退休金 这个很重要 可是钱从哪来 钱就是这些私人的企业 中小企业要出来的一笔钱 帮他们放到退休金里面 你说有工作的人 有工作的人 他现在他要11块的薪资 新民主党要他们增加到14块钱 重不重要 重要 你还有一群人 根本都没有工作 连饭都没有办法吃了 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 最重要还是希望说 没有工作的人 让他们有工作 所以如果你看看 新民主党的政策 自由党的政策 听起来好听 可是还是比较多人 没有工作 OK 你等等 等一下 我想明白 看看我能不能对 因为你第一 你认为退休金这里 这个新民主党就支持 要再加多些 这个 contribution 就是要摆入退休金里面 你认为这个是太过多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 尤其是少数的人 将会没有那么多钱 摆入退休金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第一 OK 现在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钱都是 从私人企业 小企业出来的 他有多少的资本 他自己知道 就是做老板的资本 你今天把这个钱 放到退休金的话 也是从他 也是一个他的支出 退休金应该是 一半就由 做生意的比 另一半就 做业的比 一人一半 新民主党就支持 再将这个退休金再增加一点 是不是 你有没有跟我说 不是 新民主党它是要 基本的工资 不是退休金 我现在是三种不同的 自由党是退休金 为退休金讲话 OK 第二个新民主党 是为了基本的薪水 有工作的人 从11块 要提到14块 一个小时 OK 可是 保守党来看呢 有很多人都没有饭吃的 都没有工作了 你说哪一个重要 应该帮助这些没有工作的 先让他们找到工作 有工作的 他11块 他当然要多一点钱 那你已经有工作了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 他要退休 他要退休金 每一个都重要 可是你老板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雇薪的人 又给 提高薪资 又给退休金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minimum wage 就是由十元去到十五元 大约 民主党就认同这样做 认同这样做就会增加做生意的成本 另外自由党的政策就需要做生意的人 要捐多一点钱进去退休金那里 另外又增加了做生意的资本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保守党就认为不应该增加资本的 应该取消这些减少这些负担 这样就可以吸引多些人 会投资在安省 这样就会製造很多就业的机会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很多人都说 好了 我们再讲一下第二件事 讲一下地铁 那你去地铁的方面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这次竞选的政纲 因为我代表释迦堡爱靖克这区出来选举 那以我来讲呢 最主要最主要 居民最需要的就是地铁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支持地铁 好几年前我就已经是支持地铁 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 我就参加那个释迦堡的地铁 李恩说地铁对他来讲很重要 他一向都赞成要建地铁 那么他三千年来都已经是同意 赞成建筑地铁 那么现在他都是赞成建筑地铁 因为我觉得地铁呢 以大部分多事来讲呢 是加拿大第一大城 世界也是大城之一 可是我们的subway大家都知道 地铁都是两条而已 就是很可怜 都没有地铁到机场去 然后你 他说现在地铁都只有两条 好像很凄惨 飞机场都没有地铁到的 其他大的城市都可以到飞机场去的 有地铁到的地方呢 就有繁荣就有工作 有地铁的地方就会有繁荣的 就会带来很多就业机会 做生意的机会 那你如果看看现在大多很多事 North York那边 北约克那边 好繁荣 很多很多商店啊 很多住宅都盖起来了 现在要盖到那个约克大学 这是很需要的 如果你看看多很多区 所有的大学 每天去大学工作读书的 有一万多人 那个地方 他说North York的地铁应该是需要的 很多人在那里做生意啊 出出入入啊 尤其是到大学了 有多少人 一天有多少人出入啊 在学校大学里面呢 一天大概有一万多人 因为学生他有工作人员 有一万多人在那个地方出入 那他认为这个地方呢 就那个出入太过 一定需要的地铁在那里 那你不管地方多大 多少的停车位 每次都是找不到停车位 拍车啊 没有车位拍的 那里很多人在那里出出入入 那以释迦堡这区来讲呢 就是南边的401以南呢 他们现在很久就已经有地铁了 又有那个light rail 可是401以北 就是我们这区跟那个红河区 那两区呢 都没有 而且这两区的代表呢 都是自由党的代表 不管是省会跟国会 已经代表二十几年了 没什么建设 他说尤其401那里 就是这个部分 关于这个 在Don Mill Line那里 到这个Lightway 这个RT Line 到这个Macowan那里 是缺了一部分 那部分是最多人出出入入的 那自由党呢 都已经执政了二十几年 讲了二十几年 都还没有实现到这个地铁的建筑 都没有建设 所以以释迦堡爱景阁这一区来讲呢 还是大多多很多市里面 最贫穷的一区 那大家上班工作不方便 要搭汽车很不方便 那居民呢 也觉得说地铁是很需要的 因为地铁呢 会带来繁荣 会带来就业机会 减少这些交通阻塞问题 所以地铁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说 我们已经讲地铁 讲了好几十年了 十几二十年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一直study study 一直在研讨研讨 没有做 那这十几年呢 自由党呢 常常都讲 有参考 有很多事 那到现在呢 只有两条地铁 和一个RT Line connect了在这个Dark Mill Line 到麦卡文那里 但是到这个Scarborough Center 那部分呢 都仍然缺少了的 那希望在那部分呢 能够建筑这个地铁那里的 所以地铁地铁很重要 那地铁呢 会制造就业的机会 带来一些工作 带来一些中小企业 会到这边来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是时候了 应该是 应该是要改变 因为大家在那一区呢 就是一直习惯投给自由党 自由党 可是自由党真的没有什么 什么做出来 可以给人家看的一些效果 所以 我知道你参选 这是第二次你参选 那上一次你参选的时候 自由党有没有讲过 你有没有讲到 有没有讲到这些事呢 上次呢 就是地铁呢 在竞选的时候 多多少人有提到地铁 可是那时候 上次选举的时候 地铁不是一个中心 那过了 当然现在已经两三年了 地铁 因为交通真的非常非常不方便 越来越拥挤 越来越堵塞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真的需要地铁 那自由党的代表呢 就是一直赞成钦铁 一直赞成钦铁 在2012年3月的时候呢 在省政府有个投票表决 那阿里恩就说 当他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的竞首是赞成这个地铁 一同意他都是很需要地铁的 那时候他叫Soo Wong 好像是吗 OK 他代表自由党 那时候呢 2012年3月的时候呢 我们胡达克党魁呢 就是有一个Motion 有一个提议 就是要建地铁 那在那个提议的时候呢 我的对手呢 自由党的代表 他就否定了 他投反对票 反对建地铁 在那时候 他要建地铁 在那时候 OK OK 他要建地铁 可是那时候 人民呢 很生气 所以他马上写一封信 在3月19日那时候 2012年的时候 他写一封信 置给这边的民众 说他为什么反对 Subway 地铁 他为什么支持清铁 因为他说 那个清铁 地铁呢 这个是市政府管的 的直辖之内 他支持轻铁 就是RT 是吧 他就反对地铁 OK OK 他说这个呢 是市政府的事情 不是省政府 省政府不能干涉 那不能干涉的话 那他就是说 他赞成地铁 清铁 可是问题 他现在呢 因为选举时间到了 他知道人民 居民呢 想要地铁 那他现在要反过来 他说他赞成 他赞成地铁 那他就反反复复了 反反复复 你不可以相信他的 他是不可以相信的 OK Liana 现在我们就 到休息的时间了 那我们等五分钟 再回来 以上内容 纯属个人言论 所提及的政綱 均以嘉宾言话为准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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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 以下为个人意见节目 内容提及的所有政綱及言论 均以嘉宾言话为准 敬请留意 省选论英雄 Provincial election Be a People's Champion 节目主持 Steven Yu 现在继续我们的访问 和陈博士讲这个访问 陈博士我希望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你们的领袖 提及到 帮助拒绝对 第一 要减十万的职业 另外可以增加到一百万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觉得很不明白 我想和你这个详细 你聊一聊 关这个事 as you know the leader of Tim Hoader has mentioned about cutting a hundred thousand jobs and creating a million jobs so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to specifically focus in this why he say that and how possible that could be could you please go ahead 第一点呢 就是说 大家一听到 十万个职位 都要被削减掉 就觉得很可怕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报纸的报道 有时候是 看他们怎么讲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缩小这个政府 这个庞大的政府 要把它缩小 这个最主要的 他说 陈博士就说 实际上报纸 就将这个 就讲得好像很恐怖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第一 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政府太大 要缩小这个政府 然后从自由党执政以后 到现在增加了三十万的位置 然后私人企业减少了三十万个位置 那如果说我们减少了十万个位置 只是帮我们回到2009的一个政府的一个 一个大小 政府就是2009年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他的意思就是 就算我们减三万人 都是属于2009年 那个职位的数字 所以实际上不是特意去减少更多 实际上是认同以前所预望的 就业机会的数字 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觉得说什么 政府对我们服务不足 或是怎么样 那现在呢 四年以后呢 增加了这么多位置 我们也没有觉得服务 有什么特别改善 在2009年已经增加了三万 所以他就希望在这三万 就减少这三万 所以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说这个十万个位置呢 不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工作 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些工作 忽然一下子全部都没有了 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说四年 这个计划是四年的计划 不是说明天就砍掉这么多位置 他说最大的原因呢 是我们应该知道 他减少这十万的人呢 不是立刻要减少的 是要四年之内慢慢减少的 还有他减少那四年呢 是有一个部分呢 是特别的 你说说那部分特别的 which one is special to reduce OK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有一些职位呢 有些人已经退休了 就是他自然流失的位置 每年大概到五到七个percent这么多人 就是说他年纪到了 时间到了 退休了 那退休了以后呢 这些位置就不再补了 他意思是第一个重点呢 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很多些退休的人呢 都一年之后会退休的了 那些退休的那些人呢 就不会再 他的职位就不会再补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一些呢 政府机关的代表 不是政府机关 不过是他们是拿政府的薪水的 像一些高级官员 他们赚的钱呢 每年给他们的薪水呢 好几十万 第二个呢 就是他减的那些高官 高官就是 能够有多个十万元一年 那些高官呢 他那些和那些职位呢 是不是很重要的 他要在那个地方那里减 那有一些工作呢 可以到私人企业去 所以让私人企业呢 去发这个薪水 不要政府的发薪水 那问题就是这样 用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自然流失的位置 然后一些高官呢 他们不需要在那边 因为我们浪费了很多钱 在高官这上面 第三点就是有一些工作呢 让他们到私营的机构 让私营机构去掌管 那另外呢 就是他可以呢 现在政府用的那些人呢 他可以contract了出去 派给那些人 外面做私人的去做 那就可以减少这个政府的就业 在支出的了 所以如果说你 大家来看 大家一定同意说 真的政府的 在政府工作的呢 他有保 就是说有保障 有一些退休金 有一些福利 那这些钱不是政府的钱 这些钱都是 我们辛苦赚了的钱 你看看我们华人 多少人在超级市场工作 一般就是12个小时 然后或者是在餐厅工作 这些人都缴税 缴税拿到哪边去 都是给这些大官去了 所以大家都同意说 政府呢太大了 太庞大了 太庞大变成说 你一定要从私人这边扣税 去缴这个钱 所以没有人说不同意说 政府过大 现在要减少这个政府 陈博士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呢 很多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熬了十几个小时 有些十几个小时做餐馆 那些人都要交税 那些税交给谁呢 就交给那些 受到很多人工 十几万人工一年 那些人给他 那些其实不是太公平的 所以我们保守党认为 是需要减少那些职位的 那我听说他 你刚才说到 就说可以因为将这个成本减低了 就会吸引很多人去投资 那你也都说到 关于 关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电的费用 可以减少很多的 OK 那你可不可以说到 关于 现在实在 可以省到多少钱 如果这个取消 这个太阳啊 寶座和风水寶座 实在可以减少多少钱 可以这个成本可以减少多少钱 因为呢 这个 水电费 电费尤其 太高的话呢 就会减少这些 私人企业投资 投资在这个 就是请这些 制造就业机会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说 嗯 这个水水费啊 电费太高的话 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就没有工作 那以自由党他的这个计划来讲呢 五年内 五年内呢 我们的水 我们的电费呢 会增加 百分之四十二 现在电费已经很贵了 那我们保守党呢 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说 因为为什么水电费这么高 电费尤其这么高 就是因为 有一些 呃 环保的能源 听起来好听 可是问题是不实际 像说风力发电 还有那个 呃 太阳能的发电 这些都是不不可靠的 虽然说是很很清洁的 可是不可靠的 那不可靠的时候呢 就是变得很贵 就是不够 不够有效率 就是很贵 那我们保守党呢 现在就是说 要用比较可靠的 也是清洁的 可靠的一种 发电方法 那这种发电方法 就是用核电 核能电 呃 呃 繼續的話要42%就會增加到電費 如果現在的人交2000元一個月的話 會增加到1000元這麼高的 所以如果取消的話就會繼續保持 不會增加了 起碼都不會增加 希望會減少一點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用比較 可能比較穩定的一些 可能也是很乾淨的一個 可是問題是 我們還是要投資在這方面 維修方面 那這樣就會減少電力支出的成本 沒錯 那我們想說一說 你們手令說會可以增加100萬的就業的機會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觀眾說一說 怎樣你們保守黨會能夠製造100萬這麼多人呢 基本上100萬不是說明天就創造100萬的工作 因為你流失100萬的工作 30幾萬的工作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我們的計畫是說 100萬的工作是在8年內 他說100萬不是說今天就可以 或者一選舉之後就會有100萬出來 就不是這個意思 是在8年之內 經過這個保守黨的政策 就會製造到100萬的就業機會 那當然第一個 剛剛講的那個電費的問題 減少就是私人的開支 然後還有就是說減少這個政府的官僚這方面的 那這就是政府可以做的 就是這些 就是減少它的稅收 等我們平衡了 支出平衡了 我們不是說現在馬上要減少稅收 我們是說等到我們支出平衡 可能就是2016到2017的時候 減少就是說我們的赤字 然後以後呢就可以減少這個business tax 那如果轉了 又不加太陽或者其他的作用 那轉了核子 用闖電 那是不是可以增加多些人呢 大概 知不知道大概增加多少人呢 大概四萬人 她說只有這裏呢 根據他們的統計 都可以創造了 立刻都可以改了這個 可以創造有四萬人 那麼多人的 那另外的機會呢 陳博士說呢 就是呢 如果這些電啊 我們生意的本錢是低的話呢 那就會有很多人鼓勵會投資 在這個投資方面 那麼有些人投資 那一定要請人的 那麼請人呢 就會可以增加這個就業的機會的了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 你也都講過關於是計謀計謀 就是可以鼓勵一些人做這個專業 所以現在讀完出來就會 讀完出來就會可以就業的這樣 那這個一百萬的計謀呢 當然你要看所有有關鍵的一些人物 就是說政府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觀點 然後雇主也是一個 然後這個工人或是說就是工作的人也是一個 那以工作人來講呢 目前為止呢 我們真的很需要就是這些有記憶性的一些工作人員 可是我們很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這些技工啊 像說他們是做水電工的 還有這些蓋房子這些都很少 所以現在呢 我們保守黨來講呢 最主要是鼓勵就是這些college 能就是有辦法在 就是說讓一些年輕人有辦法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水電工的 水電工這類的工作 因為陳博士是教育出生的 所以他呢 很支持這個train 就是我們去怎麼樣協助我們青年人 能夠讀到書出來 能夠找到工作 他認為這個是很需要的政府的政策 很需要在推在那邊下去 在那裡出去的 我們想看看 我們剛才就講了保守黨的政策 還有怎樣能夠我們減十萬人 是怎樣減十萬人呢 還有怎樣創造這個一百萬人呢 陳博士都講得很清楚了 我想現在呢 集中要講多些關於陳博士的經歷啊 還有他從哪裡來啊 讓我們觀眾可以多些明白陳博士的背景 陳博士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聽眾解釋一下 你的背景是什麼背景呢 我是來自台灣 我來加拿大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從台灣呢 是先到美國去念書的留學生的 他從台灣來了有二十幾年了 首先在美國讀書的 然後因為我畢業以後呢 拿到教育授士 畢業以後 我到Buffalo去教書 教育年 然後Buffalo呢 沒有多倫多好玩 那我有朋友在這邊 有時候我就過來這邊玩一玩 那我喜歡這邊 後來我就搬過來多倫多 他說Buffalo沒什麼玩的 他喜歡玩 他來到多倫多 他喜歡多倫多 所以他搬來多倫多這裡 我過來以後呢 就開始先找工作 找了工作以後 然後再繼續進修 就是那一個氣管碩士 那那時候呢 很辛苦 因為我的背景呢 通常是文學的 比較文學教育方面的 那MBA呢 是比較屬於商業的 管理的 所以很辛苦 一開始又讀書又工作 很辛苦很辛苦 他那時候呢 很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讀的是教育的 那他轉過來做MBA MBA是商業的 教育和商業的訓練是不同的 所以他那時候很辛苦 另外他還要半工半讀 所以他那時候感覺到最辛苦是那個時候 就是很辛苦 所以我很了解說 這些移民過來的 有的是學生啊 那他們想留在這邊 或者是說新移民過來 他們想要念那個會計啊 我都會幫助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走過這段很辛苦的日子 所以他特別對那些新的移民 要學會計啊 還有有這個原因問題啊 他特別對那些人鼓勵和幫助 幫助 幫助他們的 因為他自己都經過那個難處 那麼他知道他們的艱難 那因為後來呢 我再繼續念會計 然後念教育博士 那出來畢業以後出來 我是在這邊的一個小公司上過班 那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父母呢 他們自己有一個木材公司 就是小的公司 那我很能感受到 他畢業的時候 就在會計畢業出來 那時候就找工作 那麼他和他爸爸呢 在台灣是做木材的生意的 那我看到我爸爸呢 就是木材工作 因為木材人算是工業的 很辛苦 就是很劳力的那種工作 那我可以 工業呢 就木材很辛苦的 要出很多力啊 要其他的支持 然後我就是從小就看到做生意呢 很不容易 中小企業呢 你為了爭一口飯吃呢 很辛苦的 所以為什麼我之所以是一個保守黨 一個對保守黨理念這個價值觀呢 比較認同 就是因為保守黨比較實際一點 他覺得說你有錢你就花 你沒有錢 你不會想說去借來花 那他就說呢 因為經過他見到爸爸的經驗 做生意是很艱難的 那他特別認為呢 做生意才是對這個社會最有貢獻的 那應該我們要幫助做生意的人 那他認為呢 保守黨的政策 他幫助做生意的人是很對的 所以他很支持這個保守黨的政策 那我本身呢 因為是一個教育學者 我也蠻同情這些比較 有的人出生比較不幸的啦 可是問題是他們有他們的能力 只是沒有機會 我覺得說我們應該幫助他們 所以這個等於說 比較社會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我也是比較屬於 怎麼講 比較屬於moderate 不是說 那他認為呢 所有的entrepreneur 就是做有些新創業的人呢 如果是真的有這樣的意念 應該要特別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做生意開始很艱難 那政府應該特別在這一方面 就是要資助這些人的 做生意的人 可是以就是社會的問題跟那個經濟的問題 兩個問題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照顧好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 我們有錢了以後就可以幫助這些 比較窮困的一些人 那他經濟和做生意實際應該認同的 那政府應該是對商業鼓勵在那方面的 那因為如果說我們課稅課太多在這些製造就業機會 製造這個創業的人的話呢 他們沒有辦法生存下去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有特別的盈餘來照顧這些需要照顧的人 所以如果政府的政策是要很苛刻在這個打稅那方面呢 就會影響很多人會願意投資的 那對就業的機會就會減少 機會減少很多 那你看看最近就是最近十年來都是在自由黨 安省的自由黨執政下浪費很多很多錢 他們借了很多錢都花掉了 這十年來呢 自由黨執政呢 很多錢都是很冤枉地花掉了 這個呢 還有稅的分別就很高的 如果說這些錢都不浪費掉 他們一直借債 借了很多債 借債要還錢的 借債不然你至少要還利息 現在呢 一百塊裡面 十塊錢要還利息 那他說呢 不只是打稅高 他還要呢 因為只是抽稅都還不夠 那政府還要借多些錢 那又借錢又打稅高 那兩頭都相利 那才可以維持到政府的狂大的消耗費力 那他認為這個政府 就是這樣的政策是很難支持的 那如果說我們能減我們的債 讓我們收支平衡的話 就不用講那麼多的利息 這些利息的錢就可以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尤其是老年人啊 或是在健保需要花錢 這些都有錢可以花 他每十元支出的一元是拿來 十元是拿來給債的 那他這些 如果省回這些債 那十元可以用來支持老人家的多些計劃 或者可以資助一些需要的人士 或者一些窮人在那方面的支持 這樣會有得的 那你現在看看自由黨 因為他要選舉了 大家要聽好聽的話 他知道大家要聽好聽的話 他就給你答應 要這個 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 可是他們都不想到說錢怎麼來 然後等他們選上來以後 他們就反悔 自由黨呢 就一樣都答應你 你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政府有這麼多錢 可以這樣花 這樣花 但是真真正正 他都沒有問題 錢從哪裡來的呢 好像錢在樹裡摘下來的 但是不是 你和我都知道 錢是一定要還的 一定要負責任的 那麼他認為保守黨 是一個有負責任的政府 那以保守黨的一個政綱來講 是比較實際的 大家聽起來比較不好聽 覺得說 哎呀好像這個要減 那個要減不舒服 可是問題你想想看 你自己家裡的情形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你想要去買蛋糕來吃嗎 你不會去買蛋糕來吃嗎 所以他說保守黨呢 雖然我們的政策好像很難聽 又減十萬人 又減十萬人 那裡又減 那裡又減消費 又要減這麼多 這樣 是很難聽 很多人受這些福利來講 對他們來說是很刺激的 但是你如果真真正正 需要有勇氣這樣做的 是很艱難的 我們知道 做生意 我們知道的 如果你本錢是不夠給的話 賺回來的錢 那你遲早都會出到問題 嗯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冷靜思考思考 覺得說哪一個是可信的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哎呀政治人物都是騙人的 其實問題是這樣子 他如果不騙你的話 他就選不上 就像自由黨一樣 他選不上 可是他為了要選上呢 他要講你好聽的話 然後他上去呢 他沒有辦法做 他又 等於說又騙你 陳博士就說 所以我們投票員 應該冷靜地坐下來 分解一下 如果那些人說這些話 是認同你需要的 真的沒有實際的支持的話 那他這個說話 是簡直不可能相信的 你應該雖然是 有時候講的是苛刻一點 那麼多 但如果是真理的話 我應該相信他們 陳博士 我們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很感謝你 抽了這個時間 在我們華語電台 給我們訪問 我們代表我們的觀眾 謝謝大家 請大家好好思考 投保守黨一票 謝謝 恭喜你這個選舉順利 Agent Court 成為我們的省議員 謝謝 以上內容純屬個人言論 所提及的政綱均 均以嘉賓原話為準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敬請留意 立場 敬請留意 立場 敬請留意 立場 敬請留意